疫情期间 民众对于蝙蝠蚊之色变 在基隆就有民众捡到了这只奄奄一席的蝙蝠 在经过检验后发现 它居然带有新型丽莎病毒 也是台湾五年来的第五例 虽然目前没有人类感染的个案 但是跟狂犬病属于同一种病毒属 依旧是存在的对人类感染的风险 首医师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要是碰到野生动物时 还是尽量保持距离比较保险 民众急急忙忙来到议员服务处 手里拿着塑胶袋 工作人员赶紧帮忙想办法 因为里头装了一只奄奄一袭的蝙蝠 就怕带有不知名病毒不敢轻易触碰 赶紧通报动保员 后来它那只蝙蝠已经死亡了 那我们就是后送了虚位锁之后 然后检测出来是丽莎病毒 算是台湾新型的丽莎病毒 经过检验 这只在基隆市暖暖区发现的蝙蝠 确实带有新型丽莎病毒 也是全台第五例 五年来全台累计的五例当中 其中四例都是东亚家福 虽然目前没有人类病例 但由于和狂犬病投一个病毒署 恐怕还是有人处共通风险 高度密切注意 因为这个会造成人心惶惶 大家都会害怕会紧张的一个事情 疫情期间民众对野生动物 避之为恐不及 受医师也特别提醒 确实要保持距离 不要接触 不要喂食 不要去骚扰野生动物 被野生动物咬伤 抓伤的部分 用肥皂跟大量的清水清洗之后 尽速就医 另外家庄如果有养猫狗 也要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 才能同时确保主人 和毛小孩的健康 只有蔡志恒记动报导